謝謝大家 謝謝雙雙邀請我過來 我曾經非常高興看到這台成立 非常恭喜你們成立一個非常重要有利益的立場對世界 我希望佛州由於迫不得已才開始 我們以前也沒有參與任何政治活動 雖然我是律師 我的背景是我的政治 但是其實是沒有怎麼參與這些活動的 就是我們的開始是在4月份 就是之前的這個月亮麥克風開始 我們剛才同學們辯論的SPR 日誌 我剛剛講他們做了很多功課 實際上在我們週一會發生SPR 日誌的時候 我們是不知道的 我剛剛王雅提到的這部分 就是說這個有自己的代表的重要性 我給大家回顧一下我當時發生的情況 就是說這個bill是在三月份 就是在那個週一會運休息的什麼呢 我們都不知道 我當時是一直關注Texas這個SB47的一個法案 就是說我當時是覺得是一個 我覺得怎麼可能有這樣的法案 可以通過 因為這個是從律師的角度來看 就是完全是違反違憲 就是Fortus Abandon 這是完全違反的 這個非常蠻典型的一個違反 Fortus Abandon 當然就是 我覺得怎麼可能會突破 沒有想到 12月份的時候 沒有想到一個多月之後 我們佛州其實突破了一個 更為嚴重比SB47 Texas嚴重很多的這樣的法案 在當時我們都沒有察覺 我們不知道 因為我們佛州講一下 佛州是22億人口 但是我們在160個議員 我們沒有一個亞裔的代表 我們的代表是0 所以percentage by 0% 然後就是說 我們當時也沒有 並且Telahassie的中醫會 那滿遠的 現在Telahassie 離奧蘭多也有 差不多四五個小時的車程 那離Miami是不是更暖 所以說我們就很少 一般不常去的 所以說中醫會裡發生什麼事情呢 我們不知道 並且我沒有太多關注過 直到說我那一天 在4月16號 4點半那天 收到一個朋友的 一個reacher friend 的email說 你這個法幣就知道 我以為是假的 我當時我看了一下 怎麼可能這個法案 結果到了他的那個 那個Floris 兩兩十月的website 我看了一下 我看了三遍 也看了三遍 這個是太嚴重了 所以我們當時就馬上 就成立了一個活動會 然後呢 就是跟Texas取經驗 因為他們剛剛去反對 S147嘛 就是有過一個抗議的經驗 那我是從零開始 從來沒有去抗議過 長這麼大對不對 我從來沒有三遍抗議 就是那個Pieter Liao去抗議過 但是那個只是 那個規模就是沒有這麼大 那這次呢 所以我們就這個事情之後 我們就去抗議 4月13日之後 我們就到首府 差不多130多個人去Community 就是他聽說六四在議會 聽說六四之後呢 是在House School 然後呢 會在公民議會研究 然後呢 在我們當時 我們知道這個法案的時候呢 在Senate 有一個相對應的Fill 已經是過了Unanimously Pact 就是說共和黨和民主黨 我們是零票反對通過的 你想想 那些同學們剛才分析的SPR 其實它的嚴重是有很多種的 它不光是這個 它其實非常多種 好幾種類的嚴重性的這個歧視 那這樣的一個法案 怎麼會零票反對 突破 突破黨不論黨派 就是Biparism Bill 怎麼會這樣通過呢 就是我們會引起一個反思 因為 所以我們當時 我們還很 總是有點天真 我們以為他們是 不理解這個Builds 不知不了解這個 I-Tenic consequence 是什麼 所以我們一百三四個人 去抗議 能做滿了 你從來沒有過 州議會從來沒有這麼多 二人在那邊 一起站起來 說話 但是呢 也是沒有用 我們在公分很多 州議員的接種過程中 能發現 這個確實是religious 確實是religious 你一下子 你去跟他講 他之前就 我們一個年的一部投票 很少人去投票 不關心政治 那我們的 其實是在很多人家裡是不存在的 雖然說我們 我們一般習慣於在自己內部搞活動 我們春晚也來兩千萬人對吧 唱歌 這些都是好的 非常好的傳承 但是呢 有沒有去跟外族一群互動 有沒有去跟 讓那個 politician 知道我們的存在 沒有 所以說過這件事情呢 我們就了解到說 我們確實是需要成立一個 一個組織 就是把我們 除了 除了我們這個文化傳承之外 還要讓 走出自己的族群的宣傳 讓主流生物 尤其是politician 知道我們的存在 知道我們的力量 所以我們的發展 Florida Asian American Justice Alliance 就是我們那天 在一個州議會外面成立的 我們覺得我們不應該沒有聲音 並且我們即使發出了聲音 它也不重視 我們當時的感覺 當天的感覺就是這樣 今天我們組織了一個十幾個人吧 那個州議會敲門 然後去跟那個議員去談 但是主持人好像沒有感覺 他們看過我們就是好像沒有看到 為什麼呢 嗯 我不知道這個可能那個 廣下可能更有犯人權 就是說我們的感覺 是因為以前沒有 build up relationship 所以呢 他們重視我們 因為politician也很現實 很多人也是很現實的 就是說當然也有好 就是說一個是選票 一個是選票 這兩個都是參與過 那我來發聲音 對吧 所以說他們就是 不太重視是這樣 這個是一個 所以我們我們的 講到法律的過程 所以我們當時是 抗議給巴斯基斯特 然後是通過我們 召集了佛州 因為也是很強 狹強的人口 華人分布很散 我們就讓每個地區的華人 都去號召大家 去給自己辖區的議員 寫信打電話 這樣鋪天帶地的就開始 我估計幾百個 每天都讓他們打電話 打電話 然後呢 我們的 build 稍微有一點改變 所以說是有問題的 就是說我們從 從原來的剛開始的 bill 到最後 pass的 bill 是有一些變化的 雖然說還是非常不理想 但是是有變化的 然後呢之後呢 這個 bill 就 pass 加入佛州有一些不同的 非常 除了 supermajorie 之外 我們還有一個想要ambition 叫做總統的家裡的州長 那他的這個策略就是 我覺得我們大家都知道 他的策略有這麼多評價 反正就是說 所以呢 就是我們的困難是很大的 然後呢 以法律一旦通過了 五月八號成為法律 我們呢 就是有 就是推翻法律 推翻法律怎麼推翻呢 就是 拜拜我所 對不對 幸好我們 ACLU 有了那個助理師他們幫我們發 我們當時非常愁 怎麼樣能找到 我們沒有錢 我們的發展是沒有基金的 一部武器律師 那這樣的一個 有一個輸出費用肯定 少得幾十萬 少得幾百萬 沒有這樣的資金 那怎麼辦呢 幸好ACLU 有這樣的一個 大陸類 National legal organization 幫我們發 man profit on file 然後現在還在便領中 現在是 就是說 有那個文化 這個詳細的法律 比如說 我就不講了 反正其實有個Law 書 在判禮中 然後呢 還有 但是Law 書 其實成功了 要好幾年的 要打盤官司 所以說 我們怎麼辦呢 我們現在呢 就在做另外一些事情 就是說 我們想從 州立法 州正義 立法方面 來修改這個法律 我們其實 由於我們國中 是一個 superenary 然後呢 還有一個 designances as government 就是不可能 是在這個 repeat law 是不可能的 所以在這個 session呢 我想說 通過就是 amended law 就是把它的 impact 縮小 因為剛才同學們 考慮一些 它的impact 在哪裡 其實這個 不是國家 national security 我們都講 national security 其實國家 跟國家之類的事情 跟我們老百姓 應該是沒有關係的 它這個法律 又惡在哪裡呢 就是把所有老百姓 都放在裡面 然後呢 它還有priminal penalty 就是說 up to five years 我們也請了 criminal attorney 跟我們講 這個up to five years 這個 imprisonment 是從來沒有過的 由於買房子 而被作骨園 老子是一個 歷史上 也沒有過的 這樣一個 特別的對待 所以說 我們是想說 把 還有由於他的 這個法案的 本身的公共夫妻 非常非常清楚 寫的那些條款 把所有的人 就是 除了旅卡 和公司之外 所有買房的人 他們有一個 明確的界線 就是他的這個 像 Munitary Installation Period Infrastructure 它的定義 非常模糊 也沒有一個明確的 Map 因為你不可能讓自己 去決定 你的 理事者是一個error 所以呢 就造成 最直接的後果 就是所有 非公民和綠卡 全部 不能買房 你即使買房的話 你就 你除非100% sure 但是因為沒有辦法 確定100% sure 所以我就告訴人 就是 直接的後果 是沒有辦法買房 買房的話 所以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 就是想要通過我們的努力 把這個 在週一付這個程度 就是減少 把這個 原來的 bill 重新定義一下 一個 Drama style 這個定義 我們把它定義成 就是非常理確的定義 讓已經住在這裡的人 不受這個法案的威脅 就是 就是我們 我們的目的就是這個 沒有說 要 to overturn the law which is impossible 那我們 我們 所以說 這個又回到說 廣雅的重要性 如果有一個州議員 在那邊 我們那是完全靠自己摸索 完全不知道裡面的操作是怎樣的 沒有人 我們朝中無人 就是沒有人可以問 沒有人會報索 因為他們是 這個是一個 National security concern 如果不是中國人的話 他們不關心 他們也不想有這個麻煩 為什麼 因為中美關係都是很瀟雜 他們不想參與這個事情 所以呢 我們找議員的話呢 就是說 很難很難知道說 到底會每個議員會怎麼樣 我們後來呢 我們現在是 我們中國很多努力了 就是已經有了自己的 bill 會在這個session 我們的session 是在一月份開始 呃 我們有一個bue呢 就是想一個man this bill 然後呢 在那個現在 在那個house跟senet 兩邊已經都file了 然後我們現在也是 初步確認了這個bue sponsor 所以呢 我們其實這是第一步 我們都非常非常困難走 如果廣雅在的話 我就想 廣雅會幫我們去 首先 你會identify 如果有這樣的bue 你就會告訴別人 哦 去怎麼做 我們unfortunately沒有這個 對不對 然後現在法律通過的話 就是overturn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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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 那這個overturn的話呢 就是如果說 像man this bill的話呢 如果我們有廣雅的話呢 我們廣雅可能會幫我們file這個bue 我們連這個senator 或這個spawn thehouse representer 幫助發揮的隊伍 幾乎都沒有 所以我們找了大量的人 幫他們去就是 勤勤他們對不對 然後呢 建立關係 這個關係都是 短短的幾個月 的也建立起來的 因為我們之前 沒有關心我 所以現在就要去跟他們 互動跟他們 對不對 就是要有但是你要有 Leverage 什麼是Leverage 我們沒有運動人啊 我們沒有人 talk 什麼是我們Leverage 對不對 所以說我們如果以前 就有這樣一個派 我們以前 就有這樣一個關係 在持續幾年下來的話 我在想 從而來如果 go back several years ago 如果沒有這樣的主持的話 我們這個law first of all 應該不會通過 或者即使通過 我們的這個 這個 未派沒有那麼大 他之所以呢 通過那個法案呢 是由於完全 就是說 無視我們的存在 我們完全沒有約會 不合身的人 所以才會通過 實際上 all the world 就是這樣子 實際上 你沒有任何的一個 法康的權利 根本不care 根本不care 就是幫你們 透明人 這個就是我 我一般 我一般 內術其端的話 因為我是 維持律師 就是很喜歡 analyze the whole situation 但 我們現在的這個 感覺 就是 做下來這幾個月 就是這樣的 因為我們有力量 一定要成立派 所以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那講到我們自己發酵 除了我們現在 因為我們也講 很多的這個事情 我們也在做 認識到我們的 自己的關係 也不夠 認識到跟別的community 也不夠 剛才 那位 會長講說 就是 確實你需要到 留待的時候 去找別人是不行的 像這次我們佛州 就有一個下週末 有一個那個 在 Miami already 就是那個 就是 針對這個法案 already 我們要去找 別的那個 community people 就是 來 去找我們 他也會去 就是說 這也是 我們需要人 的時候去找人 之前人在 需要我們的時候 我們在哪裡 還有他們可能也不需要 black people 他們可能也不需要 他們的人補足夠多 但是我們必須要 跟別人聯合 我們自己人口都不夠 所以呢 這個是一個 長期的一個 一個 long-time relationship 這個叫做 Building relationship 這是非常很關鍵 還有就是 Youth development 也是很好 非常好 我們也在做 在這個 public speaking的一個 session 剛結束 就是希望說 培養下一代 就是興趣廣泛一些 說不定 這樣的事情 就是 debating 在public speaking的 club 建立長期做的話 說不定會有一些人 會有一些小孩子 會 他的興趣點會激發 所以我們也是抱著這個 這個 心態去做這個事情 這些事情呢 就是 很難做 就是 今天需要很多人 也很輕 也很長時間的做 當然都是 異工嘛 就是我們也都是異工 就是在 家庭和事業之外 在付出做這些事情 並且呢 我們呢 是有壓迫的東西 一定要在這個 一月份之前 然後呢 把我們的build 提上去 然後呢 找sponsor 然後呢 現在我們在找Lobbist 因為我們這個build 其實我們是覺得 是可以通過的 因為我們不是說整個 去推翻這個方案 而是 去 就是把裡面的幾個term 給翻一下 所以呢 我們現在正在公圈 來找Lobbist 然後呢 讓Lobbist 去跟 其中最重要的 共和黨的幾個 一個key person 去搜索他們 我們自己 自己試著去過 去搜索 自己去試著去領域過 如果有發郵件啊 如果找關係 他們認識的人 再去找啊 但是這些都沒有用 所以呢 我們現在去找Lobbist 這條路 也就是 所以說這條路 很長也很難走 但是必須要走 必須要走 沒有其他的辦法 因為這對關係 是半個月好不來問題 所以我們可能面臨著 更多的問題 現在佛州 也還有很多 比如說大學招生啊 這些都有出來 佛州一個接一個的這種法案 就會出來 所以呢 我們也有點應接不暇 但是呢 怎麼辦呢 有兩個選擇 對不對 一個是離開佛州 對吧 那你別的州 現在很多州 也在 也在 差不多在靠 一個 我們佛州 這樣的法案 所以說 不然的話 就是旅在那裡 然後呢 繼續動爭 就是這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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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